在週一即是昨天 國際能源署總幹事比萊爾在記者會上表示 今年冬季歐盟的天然氣供應仍然充足 是因為歐盟預先採取行動 儲存了大量的天然氣 但是這個危機並未有結束 明年仍然可能會出現天然氣短缺 對此比萊爾就認為 明年俄羅斯有可能完全中斷對歐盟的天然氣供應 而在當日 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也表示 歐盟在今年新增了接近50,000兆瓦的可再生能源 因此今年冬季的能源供應充足 但是明年可能面臨多達300億立方米的天然氣短缺 而國際能源署敦出各國盡快採取行動節約能源 歐盟委員會主席馆